之前都是按照国家来做的盘点 今天换一个方式吧 选了五个国家的五本冷门电影 附带五个爵士美女 有高分镜片 有大胆的女画家自转 当然 千黄和轻松的也不能少 今天暗论的球王手法 带来五部你没有看过的 无肉身肉老电影 和上一个盘点一样 我会多讲一些影片的花絮 还有幕后小故事 博家秋外传 第一部当然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了 这个系列很好玩 讲的是一些来自时日台的小故事 大部分发生在六百多年前 采用了当年很火的兴许剧风格来拍摄 很多都是无厘头的鼻祖 我觉得重点讲其中的一个最有趣的吧 两个闺蜜跟小伙们约在了一座废弃城堡 很自觉啊 就配上了美美和丑丑两对 人比人气死个人啊 这边毫无头绪 另一对却玩得欢的 跑来跑去亲来亲去的 一看就是心头一和呀 苏正洗跑线的朋友 还在幼稚的杂气 草坪上的两人已经啃上了 以天为备以地为床 满满的狗粮撒了一地 万万没想到啊 后成天降了 男孩随便柴了一片叶子 叫那么一文 咕咚倒了地 归西了 那会儿的人哪懂什么猝死啊 朋友直接就挂在了女孩头上 说她是个女巫 多人惊喜的妖怪 女孩百口难辨 被送到了广场公开审判 女孩是被冤枉的 怎么会招工呢 镇长大也开明 没有独断的宣判 而是带她去了废墟 每次明月 重现案发经过 在几个教室的记录下 队长千里千为 要求女孩配合她 还原一下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女孩也只能委屈地服从 但最后一步了 在闻了那片叶子后 队长同样一头栽倒 隔屁 案情就此大白 女孩当场被无罪释放 怎么样 是不是很无厘头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勾结邻居老王的少妇 假扮家百代的牧师 每一个都能冲击你的脑洞 有兴趣的来一场子吧 或者找了原片一堵为快吧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二世 后来 来 �� 爹 葱 葱 葱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olla 我必须 你脑墙 好 罪 悬崖上的野餐 我们所看到的 而似乎看到的 都是一个梦 梦中之梦 澳大利亚十大佳片之一 我个人最喜欢的澳洲电影 没有之一 光看画面和构图 你可能不会相信 这是70年代的影片 先简单回溯一下这个故事吧 1900年的情节 澳洲的一个贵族女子学院 组织了一场交游 目的地是名不见金针的海音悬崖 实际高度有100多米 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叫 米莱达的金发女孩 她和另外三个女孩离开了大家 被同样来家游玩的男孩 麦克看到 她一见钟情跟了上去 当晚 鬼的事就降临了 四个女孩全都失踪 警方调查后 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当时因家里贫困 没有去神的女孩萨拉 在得知米莱达失踪后 查犯不思 虽然后来找到了其中一个女孩 但米莱达还是杳无音讯 萨拉也因拖进学费 被赶回了孤儿院 最终选择了自己离开人世 去和米莱达相会了 阿大利亚名导 彼得威尔的作品 上一描会超现实风格 灵动惊悚元素的她 在还没有去好莱坞发展之前 悬崖上的野餐 是她最出色的作品 本片改编自1960年 熊莱斯利的同名小说 坊间有传闻 是根据真人真实改编的 其实呢 并没有 但一个虚构的故事 能被传到这个地步 也证明了本片的成功 同样的 网上各种解读一抓一大把 再虚导就啰嗦了 还是来一点我拿手的八卦吧 之前制片人帕特里夏 洛福尔承认 她真的很害怕悬崖 在一次采访的时候 她说 自从拍摄完成后 她就回过一次那个地方 也就是10年后的1985年 她几乎是立刻扭刀就走 从此不见 正因为这样 本片的拍摄地 澳大利亚一个名叫吊石坡的地方 成为了古早的网红打卡地 到今天还是 既然那么多人看过 怎么会没人解说呢 或许是影片中那 贯穿首尾的百合情愫 是目前不推崇的 五星推荐的一部好电影 有时间的话 去找来看一次吧 今天的五个影片 我以前都看过 为了写稿 还是快速地过了一遍 只有这一步 一秒都不舍得快进 这已经是我的九刷了 1998年重制版 反而少了七分钟 历见看原版的 一百一十五分钟的 切断 一部美国风格的千黄电影 一句话概括就是 青春双胞胎 被卷入了一系列 惊悚而又残暴的魔杀当中 呃 真的没什么了 就如同片名吧 看的时候 思路真的有点会被切断 正要飘走的时候呢 人生当逆线的长腿 又快速地把我拉了回来 算是一部中规中矩的 美食八零片吧 很少的预算 能拍摄这样不错了 再重申一次啊 有空间同好的 本门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I don't think I can take much more 露西亚的情人 说到了门 那就不得不提西班牙是吧 早在火遍各大影展之前 大美人帕斯背家的这部作品 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西班牙美女的魅力 露西亚是一个普通的女招待 有一天 她泄好了自己的偶像作家 两人迅速地点燃剂情 开始了一段刺激的旅程 可好景不长 作家偶然得知自己有一个女儿 两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她私下想要找到女儿 却把小说的情节和现实混为一谈 一些故事的归宿地 就是那个出现在作家笔下 梦幻般的小岛 西班牙店历来崇尚戏剧的情节 和唱话的激情桥段 这两点本篇都有 当有胡利奥秘谈对于编织这种影片 那是游刃有余啊 一个有趣的民调显示 喜欢他作品的男人 大部分都是35到45左右 如果你是的话 那本篇往往不能错过 怎么想呢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话题 为什么美国人拍不出经典的情谊大作呢 有个讨论之前还记忆有些 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太直接 不懂得拐弯 更不懂得暧昧 直接的结果就是拍成了动作片 你加上了一丝丝的暧昧 那就摇胜一变成了小众经典 话操理不操对吧 这一点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应该是为我发言权了 打个比方啊 前段时间我自发的堕落 当然要是按照片美的意思去拍 那就成了老过嘴里的两人电影了 但是你用偷窥 悉 记懂 暧昧把它穿插起来的话 那就是弗洛伦斯格林的经典 既然说到暧昧了 那不得不提一点幕后花絮是吧 其实你喜喜品味的话 就能看出很多画面是有裸替的 在先行年的西班牙 这一点很普遍 欲海轮回 最后一步我选择了浪漫法兰斯 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第一个女画家 阿特米西亚的自传 在她还没有成名前的少女时代 为了画好人体 她对男性的身体 产生了疯狂的着迷 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 她的画迹越发的显手 但她还不满足 一直到遇见了画家塔西 所以相同的爱好和激情 两人迅速的坠入爱河 可这个时候 她的父亲 名画家阿拉奇亚的出现 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影片上演后 因为改变的力度过大 引起了一大票粉丝的不满 让没命是画家的墙来 被导演感受了两情相悦 法庭相杀的枸杞桥段 还有一个就是自传电影 任时插进了不少显示画面 而国内吐槽最多的是 人家原名叫做阿特米西亚 为了夺人眼球 给翻译成了《与海轮回》 倒是符合了导演的改变意图了 抛去这种种的曲折 影片还是很有看头的 每到窒息了罗马风光 希腊教授般完美的女孩 都是很好的看点 不过确实这样的片子 在国内受众实在有点偏少 爱好美术和文艺复兴的朋友 可不能错过啦 可惜的是 因为过多了刻画人体 虽然作为画家传纪片 无可厚非 本片还是被平衡的二指 意大利版的删减了一些尖头 但也只有一分多 你就可以挤到记记里面 所以你懂了 法版的98分才是完整的 好了 完整完毕 除了全眼下的野餐 这个目前真的没法做 其他四步 喜欢哪一步的就自一生 我会按照排名完整自翻 我是阿伦 观图我 想更多的门家做 我记得这张 给你玩